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春秋鼎盛 我是王春聖老師 恭喜大家 雙虹波段大漲了 244% 那雅翔今天又在創歷史天價 波段大漲多少 71%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趕快加老師的LINE AT 這邊直接搜尋掃QR Code 或者搜尋老師的LINE ID 成為好朋友之後 這個禮拜六 線上索馬影音 免費讓你收看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0277251377 02751377 直接加入我們的行列 來 禮拜六線上實戰教學 第二回合 千張大戶索馬標股 為什麼要再一次跟大家提醒這件事 我們第一回合講的時候 雙虹那時候最高價才多少 388 現在最高價是多少 745了 所以你看重不重要 很重要的話 趕快加入我們 直接拿起你的手機 右手邊的QR Code 成為老師LINE的好朋友 免費收看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的部分 今天大家皆大歡喜 為什麼 今天漲多少 414點 414點 台股在創新高 收在多少 20199 等於20200點了 再創新高 美國 昨天三大指數繼續創高 道琼創新高 納斯達克創高 S&P500又繼續創新高 是不是都非常詳盡 因為昨天晚上聯準會 今天清晨2點之後開記者會 告訴大家什麼 利率維持不變 那縮表呢 縮表5月份的時候是最快吧 但是時間還沒定下來 那最重要的是它上調了美國經濟成長的預測 調到多少 2.1% 這非常好 行程怎樣 利息還沒降下來之前 通膨目前雖然小小的反彈兩個月 CPIPPI 1月2月都超過預期 那油價的部分呢 這兩天漲上來了 但是昨天呢 聯準會講完 又開始往下衝了 那這樣子顯示什麼 就業市場 這邊還是很強勁 但是經濟也非常好 他急得降息嗎 完全不著急啊 他可以再多看幾個月的經濟數據 再來決定就好了 但是重點 QT 縮減他的資產負貸貸表的部分 即將要展開了 沒有那麼快就 給他講 一開始縮了 他還是會慢慢的去縮 現在每個月縮減多少 950億美金 從去年到今年 已經縮減到多少 變成7.5兆美金了 還要繼續縮下去 因為疫情期間 無限量的QE 對不對 現在QT 把錢再收回來 要慢慢的收 但是市場呢 很好啊 為什麼 因為聯準會有講 今年降息三次 降三次 馬數沒有講 但是現在預期降三次 如果能夠降三次的話 你想一下 資金那時候就要進入股市了嘛 美國印鈔機 重新啟動的狀況之下 資金會跑去哪裡 你不要說債市 股市它一定先跑的 那要先跑的狀況之下 你已經預期到 他下半年 可能開始降息之後 錢要出來了 那你現在快第一季 季底了 你要做什麼 當然是趕快買進嘛 那外資在去年已經示範給你看了 他本來是預期今年第一季 就是三月份 這一次要開始降息 但是後來是沒有的嘛 所以他錢在第四季已經進入了嘛 11 12月台股他買多少 4200億啊 那一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CPI上來 PPI也上來的時候 他覺得不對勁嘛 所以要開始狂賣嘛 賣一賣 一月中旬 台積電法說會認錯回補 開始買回來 所以整個一月份啊 賣了十幾億而已嘛 那二月份呢 又開始大買超 買了1160億啊 那三月份呢 到今天為止啊 還是在買的嘛 你看今天買了183億啊 昨天賣200多億 今天買100多億回來 總統他還是大買的 買了600多億 但是老師有跟你講啊 新台幣很重要 他今天有繼續貶值嗎 完全沒有嘛 他是升值了 盤中最多升了1.3角 所以外資的買盤就很強勁了 但是啊 今天還有哪個股市也非常強勁 日本 日本股市前天 他們的央行升息了 結束了負利率時代 17年以來的負利率時代 結束了 剛剛啊 還沒收盤之前 日經幾十數已經占到多少了 40,800點了 漲了2%多啊 所以啊 你看日本繼續衝啊 全球資金真的太多了 而且啊 上個禮拜你還記得嗎 募集的ETF 對不對 多少錢 1750億啊 1750億啊 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90%的資金都要投到股市來 那這些資金投進來之後他們會亂賣嗎 不會 因為他們是追蹤指數的 他選了50檔成份股 他買進制來之後他就不會去動它了 直到什麼時候 5月份 他要調整裡面的成份股的時候就會動 所以啊 現在這個時間啊 前兩天 外資到給他 那今天外資也被迫買了嘛 那投信繼續買啊 看投信到今天又買了100多億 昨天買200多億 連續一直買啊 要買到什麼時候 買到下禮拜三月底為止啊 那預估會超過多少 至少1500億起跳嘛 那到今天為止已經買了多少了 將近900億了喔 所以很快 你就會看到投信一直買 但是你需要去追這些投信買的股票嗎 不用啊 因為投信他會買 但是他盤中會不會給你打下來 ETF是被動型的基金啊 主動型的基金呢 如果之前他已經有買了 他就會倒給他們 就跟外資一樣倒給他們嘛 除非他們後面的紙袋 源源不絕進來再繼續拉伸嘛 那這樣大家才會都一起賺嘛 特別你看嘛 3月初低檔基金對不對 募了500多億 昨天掛牌 差一點跌破成銷價 今天呢 淨值已經跌破了啊 盤中雖然還在力撐對不對 但是有用嗎 後繼無力啊 那自營商的部分呢 賣嘛狂賣嘛 那今天又買回來了嘛 買了61億嘛對不對 整個三大法人今天買超多少 365億嘛 什麼都去買 基礎很高 第二兩千點嘛對不對 啊老師說的呢 成交量很重要 今天要多少 4860億啊 還是在高水位啊 那在高水位有哪個族群要注意 今天已經開始動了喔 證券股 你自己去留意它 接下来OTC的部分 昨天上影线老师跟你讲不用担心 今天继续留上影线 但是持续垫高的指数 成交量持续在千亿以上 没有一直往下 代表什么 全值股今天涨了那么多 接下来中小型股是不是也要动一下 轮涨轮动 这才是真正的大多头时代 你看1月2月老师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讲 今年就是大多头 为什么 因为连准会要降息 第二个是什么 美国要选总统 美国要选总统 他政策会做多做空 你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股票的部分 3324的双红还持续在冲高 你看这一波 两天以前 冲到多少 745块 一根大黑K 你会很担心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还会担心吗 今天盘中最高又涨到多少 725块 725块涨了50几块 收一个十字变盘线 但是重点来了 他还是站在五日均线之上 还是非常强劲 来看一下 老师给会员的call信的部分 念一下给大家听 散热大厂3324双红 股价大涨重回700块以上 我们的成本不到220块 波段最高大赚多少 244% 多单持股请续报 继续报的就好了 一直冲嘛 冲不完啦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财务报表的部分 你说他财务报表非常好吗 来老师讲给你听 去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老师都列出来给你看 第一季营收衰退13% 第二季衰退22% 但是转机来了 第三季成长5% 第四季又小幅衰退2% 全年是衰退8%的 但是你没有发现 股价是飙翻天的 为什么 你注意看他的毛利率 产品组合的改变 第一季22% 第二季20% 第三季26% 是不是开始暴增了 第四季24% 全年23.64% 跟前一年2022年来比 19.65%增加多少 增加将近4个百分点 营收只掉了8%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获利的部分 大概是持平 维持在14块左右 小小的衰退3% 2022年赚了14.68% 去年赚了14.28% 对不对 差了0.4块 0.4而已 鼓励照常的发放 但是今年会不会更好 这才是重点 去年你有没有想到 COWAS的部分 产能有瓶颈吗 你看所有的电脑组件的部分 只要一个地方有瓶颈 是不是后面整个就拉货力道就慢下来了 我们看一月份营收多少 13亿成长38% 去年一月份农历过年 所以基期比较低一点 那今年二月份你看 是不是掉了26% 但是他全年一加二月 到目前为止还是正成长了 显示说真正的拉货有在动 那一月份赚多少钱 1.67块 你看去年第四季才赚2.59而已 今年一月份已经赚1.67了 开始在好 还是持续在好 只是还没喷而已 财务报表不还没喷出来 但是你要想 回答GTC大会一直在讲 水冷室就是他准备要喷了 他的货只要一直供出去就没问题了 那现在就卡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那一解决呢 营收开始贡献了 那你说大户会怎么操作 那我们看一下筹码的状况 那近一个月的状况 千张大户在干嘛 买股票 你说他股价高了 但是人家还是在买 2.54% 散户呢 也开始跟着买了 0.62% 我们要看大户还是散户 当然是大户了嘛 老师常在节目上比喻嘛 一条鱼 鱼头 鱼尾 鱼身 大户吃什么 鱼头鱼身嘛 散户只吃到鱼尾嘛 那现在散户又开始进来了嘛 因为之前被扒掉了嘛 现在开始回补回来了嘛 对不对 因为大家觉得怎么一直在涨他嘛 但是大户啊 你看他买的更凶啊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啊 大户的动向而不是散户啊 筹码会讲话 会跟你讲什么时候股票要涨 什么时候要点 记住啊 今天啊 虽然没有创新高 但是离新高也近了 随时准备再冲上去 重点是什么 大户在扫筹码 基本面持续看好 来我们看下一档 6139的亚翔 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创天价190块 创天价了 190块了 来先念一下 老师今天发给会员的抗讯了 COWAS概念股 6139亚翔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波段获利最高70% 持股续报要卖汇通知 老师发的时候还不是最高点 后面还有更高 如果你用190块 今天最高点来算的话 你获利已经71%了 这一档股票 老师节目中一直讲 讲不停 对不对 从100出讲到现在 还是在讲它 而且你看啊 最近一个多月 你看股价有大幅波动吗 都没有 几乎都横向在整理啊 但是这家公司真的很赚钱来 老师跟你讲 我们看去年前三季的状况啊 去年前三季 328亿的营收成长32% 你看一下 跟2022年全年 357亿几乎快要追平了 那毛利率呢 10.18% 去年呢 2022年全年的话 在前一年 7.66 是不是大幅成长 EPS呢 从2022年全年4.43 到2023年前三季 7.85 已经追平了 还超过大幅超过将近翻倍了 那我们看一下 去年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状况 第三季营收成长51% 第四季呢 成长120% 毛利率第三季拉到最高 11.19% 但是第四季掉下来 7.53% 他采用什么 一辆自价 所以你看 毛利率降下来了 营收往上冲 但是啊 获利一样 比第三季高 赚了多少 4.96 第三季赚多少 4.36 对不对 那整体去年全年的话赚多少 12.1 12.81 你看一下 2022年全年才赚多少 4.43 大幅成长将近翻倍 成长189% 那我们持续要看的是什么 营收跟毛利率 来我们看一下 一二月的营收 营收多少 一月68亿成长189% 二月52亿成长74% 完全没有受到二月份 台湾这边农历过年 工作天数减少的关系 一样是大幅在成长的 那如果他继续成长 毛利率只要守住 获率自然可齐 而且你要想一下 去年老师是不是在节目中 一直跟大家讲 讲什么东西 他的在手订单 高达多少 到去年11月底截止 1280亿 你来看 如果去年做了570亿 那1280亿他要做几年 至少两年起跳 那两年还没做完之前 不接订单吗 不可能嘛 每个月还是继续接订单 所以这个数字只会一直往上增加 那往上增加状况之下 获利是不是就一直来了 那一直来你就看 大户会干嘛 我们来看最近两个礼拜 三月份的 千张大户在买股票 0.24%的股份 散户也追进来了 买0.91% 散户追着买 但是重点是谁 大户有没有继续在吃筹码 有在吃就好了 所以你看 大户一直吃的话 股价才会创天价 今天要多少 190块 那散户之前是不是狂卖 现在发现不对了 股价在创高了 那他干燥就会回头开始买了 因为之前卖错了 如果你有发现的话 你可以往回看老师之前的节目 是不是散户一直在卖 大户一直在买 那现在散户认错了 开始追股票了 那是不是要开始热了 那你重点是要看谁 看大户 如果大户开始调节的时候 股价就很容易下来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如果你成本再高了 就要跑得快 那如果大户持续在买 散户也在买 你要担心吗 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大户会把筹码吃光光 而且重点 这一档股票也是近期 要募集的ETF的成分股之一 那你知道了 后面就是会有圆圆的买盘进来了 那现在是不是赶快布局的时间点 当然了 因为你已经看到了 散户已经开始进来 他们就是看到这个资讯了 也就是四月份要募集的那一档基金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天罗地网操盘系统 操作口诀在上面 紫色的K棒你做多 金色的K棒你就做空 我们来看第一档产品是什么 小罗素 来看右下角的时间轴 三月二十号 二十一点三十分 第一根紫色的K棒出现 要做什么 做多嘛 对不对 那有出厂吗 到今天早上八点三十五分截止 还是紫色的K棒没有叫你出厂 这里即时报价 第一个 2105.6 那下面那个数据是什么 老师牵起来的 0426代表四分二十六秒 会再产生一根K棒 这根K棒如果是紫色的 你就继续报 金色的请你租厂 那白色的呢 一样是出厂 只要颜色有变化 你就要有动作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进厂点位在多少 2053.7 出厂点位 还没出厂 还续报 来 2105.6 减掉 2053.7 赚了51.9大点 一大点50块美金 一大点50块美金 所以赚了多少钱 2595块美金 还续报 保证金7150 两个一厨赚了多少 36% 3成6 目前为止赚3成6 出厂了吗 还没有 刚刚看了一下盘后电子盘 美国还在涨 还在涨 所以这个在网上加几率非常之大 来接下来 美元指数的部分 老师昨天在节目中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联准会要公道数据了 要讲话了 波动是不是非常大 刚刚已经看到了36%的小螺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元指数的部分 看右下角 3月20号15点50 昨天下午3点50分就已经开始做多了 点位在多少 103.555 那什么时候出场 晚上21点50分 9点50分 第一根紫色的K棒出现 103.745 减料进场点位103.555 赚了多少 0.19大点 一大点1000块美金 赚多少 19非常少一米米而已 但是他9点50分出场的 所以他是当冲保证金减半 只要990块就够了 所以他的报酬率多少 19% 做多之后反手放空 对不对 21点50分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他反手放空之后 获利有没有更大 都在联准会讲话之前 来看一下 时间轴的部分 3月20号21点50分 点位在多少 103.745 什么时候出场 到今天早上8点35分 都还没出场 还没出场 中间你看 2点过后联准会开始讲话 震荡是不是剧烈 报酬是不是变大了 老师昨天在节目上已经讲了 波动越大 报酬是不是可能就越来越大 我们再看了 8点35分的时候 点位在多少 102.95 我们看一下这单 到目前为止赚了多少 103.745 减掉102.95 赚了多少 0.795点 1.1000块 所以赚了795块美金 但是你要看他保证金 只要多少 1980 赚了40% 刚刚19% 现在又40% 先做多再翻空下来 对不对 你自己算一下 一来一回 光美元指数已经赚多少了 19加40 对不对 来接下来 这一档是清原油 原油前两天大涨 那昨天联准会讲完之后 是不是大跌了 来我们看一下 时间轴的部分 3月20号15点10分 昨天下午3点10分 就已经放空了 还没等到联准会讲 我们看一下 放空点位在多少 82.38 那什么时候出场 凌晨3点15分 直接出场 81.38 82.38 减掉81.38 等一点 一点就是一千块 而且你看时间 3点15分 是用当中 保证金减半的规则 7260的保证金 只要一半 多少 3630就够了 3630你赚了一千块 等多少 27% 叫我三千 你有看到吗 老师长跟你说 跟你预告 海棋 重要经济数据公告 或者是联准会出来讲话 波动就会变大 获利就会变大 你看到昨天赚的 是不是都一二十%而已 可是今天不一样了 三四十%都有了 对不对 而且你看 小道琼部分 还在涨 还继续在涨 如果明天我们来看小道琼的话 报酬率一定很金的 重点来了 这个礼拜六 线上实战教学 索码影音 你一定要拿到 怎么拿到 直接拿你的手机 扫老师右手边的QR 加老师的QR 直接施赖老师 跟老师说 你要线上影音 索码的密码 我们就直接发给你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0277251377 控宜77551377 时间悠闻 我们这部先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誰能不能再見面